那最近他很開心 他訂了一把吉他 那把吉他花了多少錢 這個不要講 我媽會看我們粉絲專業 真的假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Kens 這次大家應該有發現人超級多 那我們這次請到了 那我們是 Infernal Chaos 你們到底是幫同團 那我們歡迎到 Infernal Chaos 這次有順 然後還外加一個這一位 但是他們是他們團的別團 交定瞬間了 這在結束要帶大家走的那一位 好那我們今天來到主題 我們今天好不容易請到 我們的在地超級屌團 In 你不是要自己講嗎 我沒有要自己講 Infernal Chaos 對好 那我們就請各位團員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 Infernal Chaos結合頭小黑 我是Kennin 我是Lewis 好那我們這次啊 最主要就是幫我們這一位 我剛介紹過 你剛講太小聲了 我是David 對我們要幫David改造髮型 那我們可以從David的頭上發現 他現在頭髮非常像一條塵 也很像1980年代的江口娘劍 雖然是很帥 最近都在聽1980年歌 啊真的嗎 沒關係請救救他 好沒問題 我現在就要努力先救他 那整體長度我當然不會變 因為我一開始在想說 把他頭髮弄得華麗一點 可是我又發現會邊緣化 就在整團邊緣化 會覺得他是從哪一個團來的 會變視覺系 那我們在整體長度不去變他 在層次上面只做微微的調整 最後我們會使用捲度 來改變David整體的造型 因為David他本身並不是看起來 非常狂放狂野的人 那我們這次整體髮型的重點 是來自於 整個長度其實是不會變的 那我們會把層次做一點修動 那再來從髮中到髮尾的地方 做一些捲度 那這個捲度看起來 也會稍微比較浪漫一點點 因為本身David不是像 我們肯尼這樣 非常的野性 對 所以說髮型上來講的話 不會走向那麼man那麼狂野的感覺 接下來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染髮的部分 那我會從他的耳上方 去做一個最近很有名的耳圈藍 有很多妹都喜歡藍身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準備開始啦 我們 Go Go 超沒默契的 超沒有默契的 你應該是很興奮 你說要變一個樣子啊 靠 我其實還好 我只是 幹 幹 你知道我多興奮嗎 因為我期待超久了 對啊 所有人都在期待 就是你最不期待 上個月 就已經在跟我講了 我跟你講 我昨天我也有想法就是 明天洗頭 真的可以洗快一點 沒有喔 我跟你講 我這整個剪完還是長髮 你不要想太多 你以為我會把你剪成寒風嗎 我操你嗎 不要啦 這討厭你 我們會不會瞬間釣魚 對那種寒 寒 寒 那個寒風嗎 寒風嗎 有可尼再擺就不會有寒風 對啊 被出聲就把可尼推進去 可是你不覺得80年代的A-MAR比較好看嗎 對 真的 那時候有出現一個我覺得 他畫超帥的 叫尤人 去的瓦 你知道有個叫尤人 現在沒有下眼 那畫太誇張 現在那個胸部畫太大了 太過頭 以前翻譯的時候都 爽歪爽爽爽爽爽爽 真的啊 他裡面的人家 沒有池可以用 沒有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你知道 我是那時候 我67年次 我們那個 通名年代 對 我們那個時候很獵奇 你不覺得嗎 就是什麼都 因為沒有什麼著作權的問題 所以什麼奇怪的東西 都在雜貨店買到 對不對 雜貨店也會A-MAR 而且我們那實在超反無托邦的好不好 有一些那種什麼阿基拉 那種反無托邦的漫畫 我們都看得到 國小就看到了 就覺得世界是殘酷的 大家有發現 他的髮型感覺有點變了對不對 城市已經開始變了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就要開始準備上藥 喔幹 我就是弄起來 就是他媽的 會非常的陰沉酸 還是有一點像 這邊有要簡一點 你先不要給意見 你先不要給意見 意見不錯 來到這邊 你已經沒有退路了 我們最近不是有活動嗎 12月6號 欸 12月6號 這幾上了嗎 還沒 好吃喔 好美子吃 2月6號 喔2月6號 2月6號 那麼久 大家如果有興趣來 台中看一下 Davis的現場髮型 被改成什麼樣 沒錯沒錯 先來看一下 如果 那沒有到12月6號的話 2月6號也可以 所以看他會不會維持 到那個時候 他旁邊可能是兩道金色 喔 金色喔 沒有因為他會褪色啊 沒關係啊 表演的時候你過來找我 直接幫你再染過 你是不是要把它弄成出音了啊 沒有 我想要選粉紅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知道啊 你要跟吉他很奇怪 你吉他還不會來 你就已經變金色了 沒有啊 2月10號 2月10號就來了吧 買金色的吉他比較快 這集我拍的超輕鬆的 你都可以沒有假話 幹掛紙恢復 我覺得我們幹掛的那個字幕會難配 沒關係啦 你們繼續講 哇這撿起來很累 沒關係 你沒事 這不是我撿的 你可以撿到2月6號 對齁 眼前上面就可以 不行 不行 這個不行 太變態 太變態 你剛剛弄什麼 我剛剛有點想做辦法 對原本想把前面剪短 可是我覺得不行 不是很妥當 對那不妥當 那我一頭持修 KIMK不用那麼短 他開始解意見了 不要害怕 可以丟啦 好了 我準備上藥水了 阿K你要說明一下 為什麼團員們現在不見了 因為團員都跑去抽煙了 大家都去抽煙了 你看他超爽的 就是那邊上藥水 我們這一集好歡樂 我們這一集到處都是人 完全已經不管 到底有沒有誰入鏡 誰有沒有入鏡 好我們現在上藥水了 好我們捲子上完了 繼續 沒關係 沒有看他更好笑的 更誇張的 你們都沒聽到 蛤 太兇了 好我們捲子上完了 那我這次捲髮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簡單 我使用疊磚跟標準兩行的方式去上 那我相信 大家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沒關係 就是展現磚業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等待25分鐘 25分鐘之後 我們就上二季 上完二季之後 我們就進入藍法的過程 那我們就待會見 好我們繼續開始 聽不懂得去就要專業 對沒錯 25分鐘我可以看一集動畫了 對好沒關係 你可以看一集 好 欸 你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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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因為你貌似他貌似這句話 你等一下我現在要替你繼續接一下 不是我要先講一下我們剛剛做哪裡 好我要開始囉 欸你會到底脫掉了 你要讓我開始啊 快點開始啊 好我開始囉 好 好我們現在看完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做藍法的動作 那這次的藍法顏色以偏向粉色為主 因為Device他最近買了一把吉他 這可以劇透吧 呃可以啊 好就是這樣 他超願意劇透 我要超願意 他會不會這個睡不著 哪一個哪一個 他要給你彈 好就是這個 好OK 好那我在做藍法的動作 我會以耳圈藍為主 今年啊很多妹都喜歡耳圈藍 雖然Device不是妹 但是他的整個髮型造型 他整體的氣質 就會帶一點妹的味道 我已經放棄真的啊 好沒關係 反正你今天整個頭都是我在處理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這樣耶 那這個耳圈藍的部分 我們是從前側點的地方 去做一個分線點 就把它抓起來 它會以這個地方為主 那待會兒我們會把顏色稍微漂掉 然後再做上色的動作 所以我們把這個顏色 只要把他的漆氣都弄掉就好了 對沒錯 這不要讓白 真的 太稚氣了 我一直都覺得你是小朋友 怪我 那是我們年紀太大吧 你太老怪我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待會我吹乾之後 我就準備 對 那小黑交給你講 我們要準備開始 把Device的頭髮人成 剉齊賽 好啦 那我們現在準備上漂粉 那我是以耳上前側點 到耳後耳上點的地方 去做一個 虛塊的漂髮 那之後漂完頭髮 到達最高明度的時候 我們再會上粉色的顏色 GO 我們進入一個工商時間 因為待會小黑要回工作室 對 對 所以在所有團員還在的時候 再來說明一下他們這次表演的日期 然後還有在什麼樣的地方 我現在是能亂動嗎 沒有人 你可以不亂動可以說話 不是你們要講嗎 不是每次都是我們 其實是你的秀 那我就不太會講話 2月6號 Infernal Chaos會在公館The War表演 還有什麼團 侯姓金屬嗎 對啊 還有哪一格 還有Beyond Cure跟 不行這樣 還有一團沒敲定對不對 還有一團沒有敲定 現在就是太早了 太早起來了 Infernal Chaos跟Beyond Cure這樣 2月6號得我 拜託 來 謝謝 對大家 我們會有新歌喔 一定要支持 怎麼買票 怎麼買票可以 應該是 還沒有過這次 誰賣的 對x 對x 搖滾看得很像 大家習慣 沒關係大家Google就好 什麼Google 佛姓金屬 反正你們只要知道在哪裡表演 對x 其他都不管 好啦 感謝大家 那小赫也要回工作室囉 我回工作室啦 拜拜囉 繼續觀看 Beyond Cure的變化 幫我找我的充電器 對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團的亂錄的 對在這邊 你們最近有什麼活動 最近沒有活動 好 OK謝謝他 沒有活動 好啦 那我們現在擾完了 現在我們準備烘25分鐘 25分鐘之後 我們再看頭髮褪色的程度 如果頭髮褪色程度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還再做一次褪色 那待會表完之後 我們就準備上色 因為頭髮本身有麥拉尼色素 那東方藍頭髮是紅黃藍 三個顏色組成的 那我們這次要來偏粉紅色的顏色 我們藍色一定要把它處理掉 所以我們要做瓢髮的動作 那我們就待會見囉 Go 好啦 我們現在顏色已經退完了 那基本上 我沒有把它退到非常的白 那我現在所使用的懶膏 是粉紅色加紫色的懶膏 那我這樣子去做 也可以讓頭髮比較偏向 偏粉偏紫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準備上色囉 Go 好 好啦 我們現在上完啦 那接下來等25分鐘之後 沖完水之後 這個整個髮型就完成啦 那我們就待會見 我們 攬完啦 那接下來就是吹乾做造型的部分 那待會就拭目以待 那現在開始吹乾囉 吹這個髮型很簡單 髮型全部吹乾全部往後選 那如果今天如果走上台路線的話 全部往右板 然後這整串瀏海下來 快10點 我們今天就一整天那麼好去 大工程 對 幾乎今天從碎型到現在都在這裡 好啦 我們現在全部弄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造型的部分 那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做幾個基本的講解 像長髮的造型最主要 我們如果使用髮品的話 第一個 絕對不要太硬 因為如果頭髮用太硬的話 會變厚實斗 那頭髮真的是太生硬了 所以像這樣長髮的造型 又避免吃東西 不要沾到你的食物的話 第一個 我們一定會先做一點髮品 在髮根的地方稍微帶過 那這個髮型的整體的風格 是往全部右邊做動作 全部往右邊整理 那可以讓這邊耳圈的顏色全部出來 那這次旁邊的顏色 就會偏比較直的顏色 飽和度會做得比較高 那右邊的地方 因為我有做一些捲度 所以整體的立體感 就會變得非常的好 不會像Snape那樣 全部都是死直的在那邊 那瀏海的部分 就帶一點點小小的頹廢感 OK 接下來轉360度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從正面 來 我跟大家說明 這個髮型會全部往右傾 是因為這邊我有做一些耳圈的顏色 那它右邊的地方也是 但是我是藏在裡面的 那接下來就是側面 這邊就是一個重點 大家應該不難發現 這邊的立體感會變得非常的強烈 而且非常有層次感 但是這個髮型並不是高層次 那接下來就是後面 那整體的髮型會有一種狂放不羈的感覺 然後就比較不會偏向女性 雖然這個髮型是走一個低層次的髮型 還是可以把這種男性向的感覺表現出來 好啦那次 就啥啦 你賣球啦 好啦這次我們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那記得要去看 Infernal Chaos 2月6號在台北公館的我 佛性金屬 水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與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到新年代的島畢肉 有一天 是 抓到我們的